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,你会从事什么职业,钱多活少离家近,这个曾经通行全世界的求知梦想,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年轻人了,比起做传统的上班族,他们更希望尝试一些看起来相对轻松,时间自由的工作。 小编特意找来了年轻人向往职业的从业者,为你揭开这些美差的神秘面纱,关键字,美差。 在法国诺曼底学做米其林大餐,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市场上享受抑郁风情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教堂前沐浴阳光,在挪威的冰天雪地中感受狗拉雪橇捕捉帝王系的极地体验,六年时间它跑遍七大洲五十一个国家。 旅行体验师严苗锦的日常生活,就是进行环球深度游,将当地最有特色的景点、活动、美食、旅店分享给粉丝们。 对于这份既可年入百万,又可环游世界的美差,许多上班族纷纷表示,羡慕嫉妒恨。 买买买是女人的乐趣,同样是逛街买东西,别人逛街是在花钱,陪购师留进易逛街却是在赚钱。 那陪购师的话呢,一般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话,他会先从这个整理开始,看一下客户家里所缺的一些服饰,哪些是适合他,哪些是不适合他的。 我们会列一个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表格,然后会带着客户去做这个陪购。 最让吃瓜网友羡慕的是陪购师的时薪。 刘敬毅说,陪购师在济南每小时至少赚三百元,而在一线城市每小时越赚八百元,甚至更多。 我们收费标准的话,这个是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来的,济南的消费水平的话可能是在三百块钱一个小时,五百块钱两个小时。 如果说我们再到一线城市,北京,上海,广州等等的,那可能会到五百到八百块钱一个小时。 LV的包,卡蒂亚的手表,范克亚宝的手势。 在杭州一间百满奢侈品的工作室里,奢侈品鉴定师雷宇春正在细细品鉴一款珠宝。 工作十年来,经他鉴定过的包已超过十万个,还出了一本奢侈品香包鉴定书籍。 由于月包无数,不管是走在路上还是在等电梯,雷宇春都会不自觉地便便女生身上的包,并能快速得出结论。 如果她背在身上的话,我们肯定是看她整体的这个,包括她的材质,包括她的这些油边彩线, 还有就是包括她的这个整个包的光泽度,以及她的这些皮纹等等来做判断。 美味的小龙虾日益成为餐饮业的宠儿,不仅色香味俱全,而且还能让人胃口大开,垂涎欲滴。 为此,品香师这个新兴职位也应允而生。 拨虾,吃虾,给小龙虾打分,听起来就是一个美味的职业。 南京一场别开生面的品香师招聘会,更是给出了50万年薪和白母虾甜分红的丰厚待遇。 一时间,饭店名厨,恢复海归,海外留学生等来自不同行业的百云名应聘者都来竞聘品香师。 关键字,辛苦。 在旅行体验师颜苗瑾看来,别人眼中光鲜亮丽的职业,其实并没有那么惬意。 对我们这个职业的时候其实没有天假日这一说,起得比一早睡得比狗晚的这种人。 这几年我可能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会超过五个小时。 你得不成功地学习新的东西。 原来我们只是玩玩图文,是不是?写写文章。 我现在有各种平台,什么十几个平台,你都得维护。 如果以为品香师只需会吃,那可就想错了。 品香师需要有供应链管理,食品列专业,本科以上学历。 同时,个人特殊的技能也不可或缺。 例如,小龙虾食量五金起,能闻出产品的全部配料,三秒完整拨虾, 以及形象好,气质佳,能吃不胖不长痘等。 关键字,期待。 360行,行行有成就,行行有苦楚。 无论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,还是从事着时间自由的新兴职业。 人们都是在为自身的发展努力着,为职业理想奋斗着。